她是中国第一个乒乓球奥运单打冠军 但同时她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女拼最强的对手 她就是陈金 此时很多人会问 既然是国拼的奥运冠军 为何又成为了对手 而且还一度成为中国女拼最大的威胁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是中国战绩最差的一次奥运会 所有项目加起来只拿到了五个金牌 而女拼单打冠军陈金 就是这五个金牌得主其中之一 作为乒乓球赛事加入奥运会的第一届比赛 中国获得该项目的单打冠军 本应是虎天同庆的事情 然而陈金的冠军却让整个国家队大为震怒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陈金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国拼内部人才济济 面对奥运会新增的乒乓球项目 谁都有多冠的实力 因此究竟派谁去成为国家队的一大难题 在最终 抽出不定的教练组决定通过投票来选出参赛选手 要知道 中国自古有尊老挨幼的老传统 因此大家的选票或多或少都掺杂了些许人情世故在里面 在推荐时也多以老队员为主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 在陈金的调查表中赫然写道 为什么不启用年轻选手 当教练组看到陈金的调查表时 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 将然有球员会这样写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陈金在写这张调查表时 本身就带着怨气 只因在1987年的市井赛 他被教练组要求 给还在中国用的何志利让球 尽管那时的陈金已经有充足的实力 跟何志利一较高下 但他还是服从了安排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在后来 教练组又让何志利给管杰华让球 但是何志利却并没有听从教练组的安排 反而一举打败了管杰华 闯入决赛并顺利拿到了冠军 何志利的这种行为打破了平静的湖面 也在陈金的心里泛起了涟漪 毕竟在竞争激烈的国家队 谁都有一颗冠军梦 同样都有冲冠的实力 为什么冠军不能是我呢 于是这一次他鼓起勇气 为自己的梦想争取一个机会 而就练组也是被陈金的勇气打动 面让他以三号种子的身份 参加了汉城奥运会 毕竟那个时候国平 还有着焦志敏和李慧芬这样的老牌选手 他们的实力足以拿到奥运会的冠军 因此这个可有可无的三号种子的名额 用来给年轻人练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决定打破了国家队原有计划 因为陈静退出国家队埋下了伏笔 他是国平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单打冠军 却在巅峰时期从国家队退役 他声称对乒乓球没有兴趣 却转头远赴台湾重新拿起球牌 甚至与国平教练肖战谈起了恋爱 奥运冠军陈静离队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988年汉城奥运会 中国女拼有三位选手闯入了四墙 国平队的两大王牌 焦志敏和李慧芬很不幸的提前遭遇 而以三号种子参赛的陈静 却遇到了国平当时最强大的对手 那就是杰克队的赫拉霍娃 对于这两人的战斗 教练组并没有对刚加入国家队两年的陈静 抱太大的希望 他们默认赫拉霍娃已经闯入了决赛 于是要求焦志敏让球给李慧芬 只因在过去的比赛中 赫拉霍娃从未赢过李慧芬 但是焦志敏却曾败在这个杰克名将的手中 所以教练组认为 李慧芬闯入决赛更有把握获得冠军 然而令教练组没想到的是 陈静干净利落的在半决赛中 就把赫拉霍娃斩于马下 这样一来 中国队就已经提前锁定了奥运会金牌 陈静成为了本次奥运会的最大功臣 然而功臣却没有得到英雄般的待遇 此时的教练组有些骑虎难下 他们经过开会讨论后 要求陈静再次让球 理由是他们觉得李慧芬年纪比较大 应该让李慧芬获得冠军 陈静毕竟还很年轻 以后还有夺冠的机会 然而谁都明白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教练组想要体现他们决定的正确性 毕竟早先他们已经让焦志明给李慧芬让球了 如果最终李慧芬没有夺冠 焦志明内心可能不服 但是面对自己好不容易拼来的机会 陈静怎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呢 于是在决赛上 他并没有听从教练组的安排 而是全力拼杀 最终凭借着自身实力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小山智利的剧情再次充演 教练组恼羞成怒 从汉城回来后 陈静果然被弃用了 奥运冠军被弃用 陈静心灰意冷 于是在1991年 他离开国家队 前往中国台湾发展 也就是在那时 他成为了国平最大的敌人 也是在那时 他迎来了自己感情生活中影响最深的人 那就是肖战 这是邓亚平职业生涯最具高光的比赛 同时也是邓亚平最具有争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